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,与门开关F的通讯丢失。这是什么意思?这是适用于大多数OBDR车辆制造商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。该代码表示车门开关FDSF和车辆上的其他控制模块为相互通信。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,或简称为CAN总线。 这些模块通过网络相互通信,就像您在家中或工作中的网络一样。车辆制造商使用几种网络系统。在2004年之前,更常见并非全部包含的模块兼通信系统是串行通信接口或SY,CJ1850或PCI总线,和克莱斯勒碰撞检测或CCD。 2004年之后使用的最常见系统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,或简称为CAN总线,2004年之前也用于一小部分车辆。 没有此CAN总线,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,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会或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,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。 门开关FDSF通常位于相关门内。它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,有些直接连接到它,而大多数则通过动力总乘控制模块PCM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。 这些输入允许门模块控制驾驶员、乘客车门的锁定、解锁。如果配备,还可以控制电动窗的操作。在小型货车和某些CUV上,它可以控制电动滑动门和电动举声门的操作。 请参考特定于车辆的参考,以确定在特定情况下哪个门是F。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,具体取决于制造商、通信系统的类型、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。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。在这种情况下,严重性从来都不是很严格,因为这是一种用户便利设备,在完全断电的情况下,总会有手动解决方法。 缺乏DSF的操作不会影响车辆的操作。 U0220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,驾驶员、乘客的窗户停留在一个位置,无法移动。 驾驶员、乘客的门锁不会锁定、解锁。 电动滑动门、电动提升门不会电动移动。原因,通常,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,在Can总线的加货电路中断开。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或接地短路。 DSF模块无电源或接地。 很少控制模块故障、诊断和维修程序。 开始进行所有电气诊断的一个好地方是检查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。TSB。 您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本领域其他人所知道的。 制造商可能已经推出了已知的修复程序,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 假设此时您可以使用代码读取器,因为到目前为止您已经能够访问代码。 查看是否存在与总线通讯有关或与电池、点火有关的其他诊断故障代码。 如果是这样,则应首先对其进行诊断,因为如果在彻底诊断和修复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U0220代码,就会发生误诊。 如果您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U0220,请尝试访问DSF。 如果可以从DSF访问代码,则U0220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。 如果无法访问DSF,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220代码处于活动状态,现在问题就在那里。 最常见的故障是电路故障,该故障会导致门开关F断电或接地。 检查为该车辆的DSF模块加电的所有保险丝。 检查所有DSF的接地。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,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。 如有必要,请取下它们,用一把小钢丝刷和小苏打,水溶液清洗,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的每一个。 如果进行了维修,请清除所有将故障代码设置在内存中的模块的诊断故障代码,然后查看您现在是否可以与DSF模块通信。 如果与DSF重新建立通信,则保险丝,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 如果返回代码或仍无法通过该模块建立通信,请在车辆上找到Can总线通信连接,最重要的是,通常位于相关门内的DSF连接器。 在拔下DSF的连接器之前,请断开电池复级电缆。 找到后,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。 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 拉开连接器,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。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。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,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。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。 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至DSF之前,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。 您将需要使用数字符特表DVAM,验证DSF的电源和接地。 可以访问接线图并确定主电源和接地在何处进入DSF。 在继续操作之前,请重新连接电池,而DSF仍未连接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DSF连接器的每个B加电池电压电源,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。 如果不确定,电池负集始终可用。 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。 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级B加,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。 再一次,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。 如果不是,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。 接下来,检查两个通信电路。 找到Can-C加或HSCAN加电路和Can-C或HSCAN电路。 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,将红色引线连接到Can-C加。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,您应该会看到约2.6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。 接下来,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-C电路。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2.4伏,并且会稍微波动。 其他制造商显示的Can-C电压约为0.5伏,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。 检查制造商的规格。 如果所有测试都通过了,并且仍然无法通信,或者您无法清除U0220故障代码,那么剩下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,因为这表明DSF失败了。 点。 这些DSF中的大多数必须经过编程或校准才能正确安装车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